我们来看这一题,在第二侧的数据分析里,我们学过用标准差来表示数据分散情形 若有一组有N比资料的数据S等于S1、S2,一直到Sn 其平均数μ,其标准差Sigma为Sigma等于√n分之S1-μ的平方 加S2-μ的平方,加加加加到Sn-μ的平方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将标准差Sigma,用大Sigma表示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那么题目的Sigma表示在这边 所以我们来对照分母的部分是N,分子的部分是Sigma 所谓的大Sigma的意思就是全部把它连加起来 那么连加起来,谁再连加,这里是S1-μ的平方,这里是S2-μ的平方 那么因此这个括号里头就是S,这里呢,12一直到N 所以我们就假设它是Sk,再减加一个μ,那么整个平方 那么这个K是从12一直到N,那么因此它的下限我们就写K等于1 它的上限那么一直到N,所以这里那就是N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利用大Sigma的运算性质说明Sigma等于 那分母是N,整个我们再把它开一根好来做计算 所以我们来比照相对应的,这里的分母不变 那么因此我们来处理计算分子的部分 所以我们来专门计算分子部分 那么分子部分就等于Sigma 那么把Sk-μ的平方,我们来做展开 也就是说得到是Sk的平方,再减掉两倍的μ,再乘上来Sk 再加上μ,那么整个的平方 那么接着我们就来做展开,所以就会等于Sk的平方 再减掉,那么这一个K对Sk来讲是有影响 因为下限是K等于1,那么一直到N 所以变化是在K,那表示μ它是一个常数 所以我们就把常数2μ提出来 再乘上Sigma,那这里是Sk 再加上这个μ平方也是常数 所以我们就把μ平方提出来,再乘上Sigma,那剩下是1 所以我们的下限都是K等于1,一直到N 这里下限一样,K等于1到N 那这里下限是K等于1到N 所以我们来做计算 那么因此就会等于,第一个不变 那么因此就是Sk整个平方 那么下限跟上限在这边我们先省略 那减掉两倍的μ再乘上 那么这里是Sk等于1到N 所以我们把这个部分就计算在这边给同学看 那K带进去就会得到S1 那2带进去就会得到S2 那么一直加加,加到SN 那这里有N个,所以就会等于N倍的算数平均数μ 所以这整个就是乘上N,乘上算数平均数μ 那么因此再加上,后面这一个数就是μ的平方在乘上 那么S1k等于1到N,代表这里有N个1相加 那N个1相加最后结果就是N,所以就会等于S2 那第一部分是Sk的平方 那这里是减掉两倍的Nμ平方 再加上一倍的Nμ平方 那所以合并之后是减掉那么一倍的Nμ的平方 那么因此原来的Sk分子的部分 我们已经计算出来了 所以整个式子就会等0 那么分母是N 那分子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带进来 那也就说Sk整个的平方 K从1一直到N,再减掉Nμ的平方 那整个我们再把它开根号 所以就会等于根号 那这里就是N分之Sk的平方 那么下线K等于1,一直到上线N 那这里N跟N把它消去 那么因此就是减掉μ的平方 所以我们导到这个式子 也就是题目第二小题 希望我们利用Sigma的运算性值 导出Sigma等于根号N分之Sk的平方 K等于1到N,再减掉μ的平方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